传统养生功法一向以提升锻炼者的身体健康 以及舒缓心情为目标 透过肢体的运动以及呼吸的调整 达到全身筋骨舒展及气血畅通的功效 适用于各年临层的人 这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加分啦 因为其实你就是在调息嘛 那我们刚刚这种调息的东西 不管是佛学的经桌啦 他们也是一种调息 或者是我刚刚讲的 可能讲的就是快走啦 这种都是有一点的类似调息 所以你如果要跟养生话上 应该是属于调息这两个字 原则上养生功法 它其实并不会去特别区分 有哪个年龄层是可以或不可以 其实只要你的身体状况 就是是OK的 原则上每一个年龄层 它都可以来练习 虽然养生功法的运动长度不高 但锻炼时仍需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况 并依照自己的身体状态灵活地调整每个动作的姿势 怀孕初期 尽量每一次都不要用力 因为它每一次基本上是要用很大的力 但是如果怀孕的话 就是初期 如果是六个月之后就不用 就正常炼 因为它这时候已经很稳定 然后要锻炼它的体力 传统养生功法种类繁多 重要的是配合自身的身体状况 找到适合自己锻炼的功法 并且维持锻炼的习惯 将它变成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实每一个功法都有它的效益 那其实只要你找到你喜欢的 然后你持之以恒 这才是重点 就像你也许可能不一定喜欢气功 你喜欢的可能是瑜伽 或是你有可能喜欢的是 其他的运动的种类 那能够对我们的身体 有一些生理的心理的效益 那至少你都要有维持一段时间 就是你要把它当作是 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当然你练习久了 自然而然就会对你身体 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锻炼运动强度 自己可以附和的传统养生功法 对促进身体健康是有所帮助的 也能让人们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 适当地舒展全身筋骨 放松心情 中正医报 陈怡秀 江恩祺 嘉义士报道 陈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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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怡秀